大同小異 如果要處理事件 原則上就是直接點它兩下 它自動會跳出什麼 會跳出那個事件名稱 那你再把 事件的 CMDA 就是按鈕 所以我這邊簡稱CMDA 然後被點擊的時候 我們程式都寫在這個事件裡面 因為這個比較冗長 所以我就直接來看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先判斷什麼 數量如果沒有輸入的話 那要做什麼?就告訴他說 請你輸入數量 有沒有?然後 接下來要繼續跑嗎?不要繼續跑 就跳離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程式怎麼寫呢?第一段就是 先按確定的時候 先判斷 判斷什麼呢?TST 就是那個數量的地方 就是TSTC 它裡面的資料如果是等於空的話 Zen 一個訊息方塊就是Matchbox 請輸入數量 OK這個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再來 Is this sub? 這個Is this sub?很好用 不要再往下跑了 如果你沒有這一行的話 它會一直往下跑 還是會繼續走 OK特別注意喔 這一行有加沒加差很多 OK齁 好那這裡我們來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執行起來 假如說我今天選了一個 然後這邊也選了 最後數量沒打對不對? 按確定會怎樣? 請輸入數量 有沒有? 這個就是一個Matchbox 那 你按確定之後 它就跳離了 不會往下 OK齁 所以第一個部分 判斷到底有沒有輸入 OK 然後 MSG BOX 這個後面加一個敘述就可以 那當然它後面還有很多 然後你逗點 這邊 OK 斗點下去的話 它還有一些 就是說 其他的參數可以選 按斗點 其實斗點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邊還有什麼 預設是只有一個敘述的 請輸入數量 如果說你要什麼什麼按鈕的話 這邊很多按鈕 那你會想說這個按鈕 比如說你說OK only OK only 你就是 它就會多一個OK 一個按鈕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title 就是這個title 記得 如果後面的敘述 是中瓜糊的話 表示是 選項的 所謂選項 就是可有可無 沒有也沒關係 然後還有什麼 help file 就是有沒有什麼 就是 就是 說明的 或者context 後面沒有的話 那就不用 那所以其實一定要有的 就是這個 後面的這些都可有 如果你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button的話 你會按確定 它會多一個 OK only 如果說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再 再去了解一下 其他的 那像這個說 就是說 其實VBA裡面要學的 東西太多了 那可是我要怎麼知道說 裡面有哪一些 像如果你想要知道 Matchbox裡面的參數怎麼傳 你可以不用去買 那個什麼 尺點 像坊間有 VBA的尺點 其實按一個F1有沒有 有必要放上面按F1 它就會自動跳出一些說明 那其實裡面說明就很詳細了 我想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不過第一次按F1的時候 會等很久 因為它還要做index等等的 那裡面的話 會有相關的說明 可以供各位參考 那你可以自己再去更改 後面的參數 那就效果就會比較 比較不一樣 不過這地方還是要 需要再踹一下 好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是 我跳出Matchbox 第二個的話 我要做什麼 小記 那小記的話 我要怎麼樣去 這個 跑比較久 再來的話 小記部分 那所謂小記就是說 當我 輸入完之後 然後這個也輸入完 那所謂的小記就是說 我要輸入到哪裡 輸入到這裡 這個原件名稱叫什麼 叫LBL 這個是ABCD LBLD 點 特別是後面屬性是caption 不是test 如果是caption 是唯獨的 就是屬性是caption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 乘上它 那特別注意 兩個相乘 結果就把它輸出 那可是特別注意 在textbox裡面的東西 它是自串 是自串 是自串 也就是399 其實是399 前後加雙引號 那數量也是一個自串 因為比如說我輸入20個 那它放在textbox裡面都是自串 所以如果你自串 要轉換成為整數的話 因為我只要整數的話 你必須要轉型 所以要怎麼寫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要寫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加上一個什麼 有沒有 LBLD.caption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裡面的資料 乘上這裡面 前後 前面我都加一個什麼 CLNG CLNG是什麼呢 C值的是轉換的意思 LNG是整數的資料型態 也就是說呢 我把自串 強制轉成整數 再做相乘 其實說真的 你不加這個瓜糊 你不加這個函數 算出來結果也是OK 因為VBA的包容性很大 但是 擔心就是說 會怕 如果你沒有轉換的話 算出來會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 你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也是一樣 按一個F1 F1之後的話 裡面的話 就有相關的說明 比如說的話 你這地方 C long 按一個F1 這裡面沒有 沒關係 或者你可以找 找上面這個 這邊有一個說明 你可以從那個 Visual Basic語言參考 裡面的話 就會有所謂的函數 所有VBA的函數都在這裡 然後呢 C開頭的A到C 裡面都會有一個叫C long 那其實這邊 除了C long之外 還有C開頭的很多 像我這邊C long 點下去 這邊就會 這邊上面執行好了 執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如果我要把 比如說 其他的型態 比如說 也許是自竄 也許是 有小數點的 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整數的話 就是C long 那相反的 如果說你本來是 不是自竄 你要把它轉換成自竄的話 你可以用C Street OK 那這邊的話 還有相關的 我想這邊 各位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那其他的話 這邊有個C long 轉換 轉換的型別 OK 這裡其他 如果說你要轉換小數點的話 就C double 大概會有這些 如果你要轉換成為日期的話 就C date OK 會有一些轉換的相關的函數 好 轉換之後的話 我們相乘 就會是 小計放在這裡面 OK 那處理完 第一個有沒有輸入 第二個的話 就是小計 第三個的話 我要新增一筆資料 那新增一筆資料 這邊的話 需要注意哪些呢 比如說我按確定之後 有沒有 小計 這兩個相乘小計 並且增加一筆資料 不過增加一筆資料的時候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後面的這五個資料都OK 可是這裡有沒有 這裡沒有 對不對 所以編號要怎麼樣 編號要幫他處理 否則的話 那編號就不會顯示出來 那我們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做什麼呢 把這兩個相乘 相乘之後的話 再來把這五個資料 通通都丟過來 那這個資料丟過來 比較簡單 這個編號比較麻煩 那資料 我們編號要怎麼樣去抓到 這個編號的數字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先抓到上面的這一個 再加一 不就好了 OK 所以要怎麼去增加編號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OK 這個地方 我們小計這個地方沒問題 那新增一筆資料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 直接就篩資料 那上面這個地方的話 是我們要新增一筆資料 不過在新增資料之前 我要先判斷就是說 我是不是第一次輸入資料 那我要怎麼知道說 是不是第一次輸入資料 因為如果說呢 我沒有判斷這個動作的話 這個地方 假設你第一次全部清空了 那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抓到上一筆 那怎麼辦呢 其實之前我的判斷方式 會這樣判斷 點這邊按Ctrl向下 然後抓是不是1048576 這也是一種方法 不過後來發現這個方法沒有比較好 後來更簡單的方法 直接判斷 這個儲存格裡面是不是空的 這個儲存格A2 或者是B2都可以啦 如果A2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說什麼 裡面都沒有編號 如果沒有編號 那表示什麼 我就直接填到這一筆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 之前這邊有做一些改 然後呢 所以如果 你可以用A2或B2 如果等於空的話 那我們就一個變數 R等於2 反之的話呢 去抓到什麼呢 它最下面那一筆加1就可以了 OK 這個就編號 所以我們要 第一個就是這個為空 那就是R等於2 就是從第二列 反之的話呢 我們可以在B2 Ctrl向下 去抓到什麼 這個15對不對 再把它加1 就是16 所以我們到處就加到16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的程式怎麼處理 先處理什麼 在新增一筆的時候 在新增一筆的時候 判斷說 它到底是不是第一次 就是完全沒有資料 如果沒有資料的話 那R等於2 反之的話 R等於什麼呢 就是 就是偵測最下面一筆加1 OK 再來的話就是把相關的資料 因為我要把資料放過來 對不對 我要知道說 我現在在哪 比如說 這個地方抓到加1的話 那本來是 下一下偵測 偵測到第15對不對 15加1就是6 所以我要把這個我表單上面的資料放進去都很簡單 就是R Sales 後面加一個R對不對 R的話是第16 列的B 就指的是B欄 放什麼呢 CMBA 有沒有 CMBC 就是第二個 以此類推碼 所以我們上面的部分 就是要抓到R這個值 R指的是 放在第幾列 再來最後做什麼 編號 那編號怎麼加呢 編號一樣 如果這個A2等於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不過基本上如果判斷完了 我們先判斷如果A2等於空字算 表示說裡面沒有任何的編號的話 那我就給001 不過呢 在丟001之前呢 記得要做什麼 這個我想上禮拜做過 Lumber Format Locate 這個指的是什麼 就是要先把儲存格改變成文字 改變成文字就是加一個小老鼠 再加001 裡面就是前面的0才不會跑掉 反之的話 也是先把它格式化成文字 再來就是說 這個Format 把R 那我要怎麼去格式化成多少 就是把這個值 怎麼樣 我把這個值 Format 它的上一列 R-1值 就是它的上一列 它的上一列 值加1之後 把它加1 就是把這個值丟過來 再加1 加1之後怎麼樣 再放到下面 格式化一樣 再把它加一個000 這樣的話就OK了 最後的話 我這邊多一個 slate 比如說因為底下可能很長 那我希望填完之後呢 可以讓它直接移到這一筆記錄的 那就多一個動作 就是多一個什麼 哪一個 儲存格點 slate 這樣的話 游標就會直接到那裡 比如說最後 試一次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填一個資料 然後輸入一個數量 然後填完之後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游標就會停在這裡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如果你的資料量多的時候 它才不會說 你的輸入還在上面 然後它不會往下跑 所以這地方請各位試一下 那完成的畫面 基本上 在雲端或這樣講義裡面都有 試一下啦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這部分 那這一題 這個事件處理 稍微比較長一點 就是說 第一個要先判斷 有沒有輸入數量 第二個的話 就是小記 第三個就是把資料填到 它應該填的位置 那最後再加一個編號 所以基本上會有 大概四個步驟要去處理的